有客户说台亚氧气热油漆打不着火 显示一扇 而且下面还漏水 我们去看一下 就是这个热油漆 现在显示屏显示炖厂 看一下水 热水看一下热水 马上一扇出来了 哦 这里显示一扇 客户说好像是这边漏水 那就是小米热水 像这个地方 看到吧 关掉 我们直接把这个拆开 打开了就是这个样子的 刚刚看到是这边有水 但是这后面好像也有水 左边也有一点点 这上面看着好像还可以 所以说我们先找出 是哪里漏水 先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先找干嘛物把这个水吸掉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 漏水的问题 就是这个旋钮有问题 刚刚已经看到了 你们看 就在这个缝隙里面 然后调节的这个水 这个水啊 就往这边滴了 你看现在滴的就很快了 漏水的原因 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E3 E3的话 要么就是温控快点了 或者这个保护器 或者这个保护器 用2秒来检测一下 用2秒来检测一下 这是导致的正常 再来看一下这个 你们看没有反应 那可能就是这个有问题了 插电 直接短接这个插头 你把热水弄给打开 好 这边打到火了 温度也上升了 现在就不显示E3了 一放就显示E3 看到吗 顺便就是这个问题 先把这个漏水的问题解决掉 就是这个啊 像这种 有的是坏了 有的是 这个密封圈不好 有的是脏了 所以说 我们先把它全部清理一下 看看脚 这个一定要拧紧 开始试一下 好了 现在好像不漏了 好 可以啊 现在就没有漏水的放济了 现在我们修E3 我们直接把它戳出来 你们看 这里面就这样子的 这边有四个温度波显 这每个都是一个125度的 2A的 这好的 这好的 好 这个坏了 这好的 那说明 就是这一个有问题 所以 这我们要么换一个上去 要么直接短接起来 因为这边还有三个 不影响使用 我们直接把它剪掉 好 好 短接起来 那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把它装好 装上去四一下 用扎带固定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擦电试一下 开水水 好 炒到火了 温度也得上升 明明没问题了 可以了 热水是这个问题 E3就是这个问题 搞定 我没办法 太好了